紅蝉 紅蝉花 它是那個 飄香藤家族相關的植物 它跟飄香藤是比較近親的關係 其實紅蝉跟黃蝉沒有什麼很親近的關係 關係還比較有 紅蝉有很多品種 其中 這種 有一點像是桃紅色的紅蝉花 以前它是叫做那個 酸喜藤 後來它變成了紅蝉的名字 這個也是一樣 紅蝉花的品種之一 桃紅色 這個我是比較好奇一點 這好像是新品種 這一顆絕對是新品種的 這一顆是粉紅紅蝉 這一顆是新品種紅蝉花 你注意看它的花 以前的紅蝉花 它的中間的花心 好像不是這個顏色 我記得這個我在網路上見過 它也是新品種的紅蝉花 還蠻好看的 可是我後來覺得它跟 這個紅蝉花好像 有一點太像 我說實在 覺得怕買這個好像 嗯 猶豫很久欸 說實在 我覺得它比飄香 比那個什麼 紫雲藤來的好看 紫雲藤它那個花 那個嘴唇 真的是 不是很好看 所以我是比較喜歡紅蝉 這一顆是紅蝉最常見的品種 大紅色的 很漂亮的紅蝉 很漂亮的紅蝉 然後我手上拿的另外一顆這一顆呢 這個也是新品種的紅蝉花 仔細看它不是白色的 它是 它剛開花的時候是白色 會慢慢的變成這個顏色 粉白色 有點有趣 它我很猶豫 到底是這一顆比較好 還是這一顆比較好 我目前接久的 糾結的紅蝉花就是這兩顆 這一顆是白色會變成粉紅色的紅蝉花 但它的粉紅色大概這麼淡吧 有點像粉白色 這一顆是另外一種新品種 粉紅色的紅蝉花 花青是黃的 跟老品種不太一樣 這也是新品種 新品種有三顆啦 其實它走過去裡面 還有一顆 不要走過去 就是這一顆 就是這一顆 這個呢 是那個 也是最新品種的紅蝉花 奶黃色紅蝉花 我覺得最特殊的就是這個品種 根據日本的圓藝 它 圓藝品種啊 我印象中在網上看到的 它這個紅蝉花的品種是目前最好的 就是這一種奶黃色的紅蝉花 仔細看喔 這個紅蝉花跟這顆紅蝉花有點 不太一樣 最大的差別我覺得是葉子吧 你看 它這個紅蝉花的葉子啊 明顯 我覺得它比較狹長 而且它的葉脈還蠻明顯的 這很特別喔 好像只有這個紅蝉花 它的葉子形狀是 葉子的感覺是有一點不大一樣 一般的紅蝉 它的葉子大概是這個樣子 明顯比較遠 但是 只有這個品種的紅蝉花 它的葉子喔 是比較狹長以外喔 它的葉脈喔 還蠻明顯的 這個是最新品種的紅蝉花 日本的紅蝉花最新的一個品種 它開花很像杏色 很漂亮 也十分美麗 但如果由我來選的話 我可能 我可能還是比較傾向於這一顆耶 再來是這一顆 最後才是這一顆 我想每個人喜歡的花 可能比較不一樣 有的人比較喜歡大紅色的 顏色比較深的 有的人可能比較喜歡粉嫩嫩的顏色 紅蝉花 它生長速度也很快 夏天的時候是它的花齒 但是在台灣的南部 它是全年開花 北部的話大概可以開半年左右 然後紅蝉花它比較特別的是 它很耐旱 相較起來 跟其他的植物相比 最大的特色 耐旱性較高 然後 它不能積水 冬天的時候只要突然保持濕潤 就就好了 就不用太多水 夏天的時候 雖然它很耐旱 但是如果它在開花階段的時候 土太乾的話 它這個花喔 可能會有一點點的不太好看 所以還是要保持土壤的濕潤 紅蝉的照顧其實很簡單 我覺得某方面而言 它比那個什麼燕子耶穆丹 玫瑰啊 還要好養得多 容易上手得多 花期很長 全年 這個在中國好像是叫飄香藤 在台灣是叫紅蝉 日本的品種 日本園藝品種的紅蝉 就介紹到這了 這也是大西花市看到的紅蝉花 有興趣的話還是可以來來看 快要沒有了 尤其是這些新品種 只剩少數幾顆